16年职业生涯换了6支球队 为了得到不同时期的拉西德华来世 各支球队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时间回到1995年NBA选秀大会 21岁的拉西德在首轮第四顺位被华盛顿子弹队选中 生涯第一个赛季 拉西德在克里斯维伯受伤的情况下获得大量首发机会 场均27分钟可以得到10.1分4.7篮板1.3助攻的及格数据 然而该赛季的子弹队并没能打进季后赛 同时随着克里斯维伯在赛季末段迎来回归并且打出强势表现 脾气暴躁的拉西德不仅因为左手拇指骨折而赛季报销 同时因为家庭暴力的问题遭到女友的指控 而失去耐心的子弹队管理层也在休赛期把拉西德摆上交易货架 最终波特兰开拓者送出后卫罗德斯特里克兰 以及前锋哈维格兰特 从子弹队得到拉西德和米切尔巴特勒 从东部弱旅的子弹队来到已经连续13年打进季后赛的开拓者 二年级的拉西德并没有出现不适应 反而越战越勇 他在开拓者的第一个赛季 凭借常规赛场均15.1分6.8篮板一盖帽 以及季后赛场均19.8分6篮板1.5助攻的出色表现 收获了开拓者队的6年8千万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然而签下大合同的拉西德 却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都出现了状态下滑 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一方面因素是 开拓者的阵容十分饱满 另一方面则是拉西德对防守的兴趣大于进攻 虽然连续两个赛季领到38次技术犯规的尴尬记录 差点让拉西德失去主教练的信任 但是开拓者管理层并不想轻易送走 这位命中率常年排名前十的大个子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 拉西德不仅用实际行动重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还在1999-2000赛季迎来生涯巅峰 这一年的拉西德不仅首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还在季后赛首轮防住加内特 次轮限制住卡尔玛龙 细缺凭借场均23.3分7.3篮板的表现 成为开拓者把胡人拖入抢7的关键因素 在往后的几年里 随着萨布尼斯 皮鹏等人的老去 拉西德作为开拓者的头号球星 不仅没能肩负起球队复兴的重任 反而与达蒙斯塔德迈尔 方奇威尔斯 扎克兰多夫等人 组成了臭名昭著的波特兰监狱队 尽管这支球队连续两年打进季后赛 但是管理层并不想延续这种乌烟瘴气的球队文化 因此2003-04赛季开始后 开拓者队决定重建 而被视作麻烦根源的拉西德 首当其冲被摆上交易货架 最终亚特兰大老鹰队 送出当打之年的全明星类线拉西姆 盖茂高手拉特利夫 以及二年级新秀丹迪考 从而得到29岁的拉西德和33岁的维斯里佩尔森 但是处于合同年的拉西德明确表示 不会与重建期的老鹰队许约 因此他在给老鹰队仅仅打了一场比赛之后 便再次被交易至底特律活塞队 虽然当时的拉西德是活塞队 唯一一位两次入选全明星的球员 但他无意争夺球队老大老二的位置 而是凭借自己的球伤迅速融入球队战术体系 他与本华莱士组成的华莱士兄弟 堪称联防界的黄金搭档 那一年他们帮助活塞队在季后赛首轮 清取米尔沃基雄鹿 次轮抢契利克新泽西兰王 冬决4比2击溃联盟第一战季的步行者 总决赛更是以4比1痛击拥有 安四组合的洛杉矶湖人 值得一提的是 拉西德的生涯前八次季后赛之旅 有五次都是输给湖人队 这一次成功登顶 不仅破除了困扰自己内心多年的魔咒 还让他在休赛期收获了 活塞队五年5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可谓名利双收 在往后的五个赛季里 尽管拉西德因为飙拉击化 骂裁判 以及疯狂吃涕的问题 成为了球迷口中的怒吼天尊 不过作为活塞的首发大前锋 拉西德的个人贡献依旧稳定 期间不仅两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还帮助活塞队连续四年打进东部决赛 时间来到2009年夏天 活塞队在经历比鲁普斯与艾弗森的交易失败之后 开始进入重建期 虽然活塞管理层无意续约 即将年满35岁的拉西德 但是联盟里依旧有不少球队 想要得到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最终波士顿凯尔特人 用一份三年1890万美元的合同 成功签下拉西德 2009-10赛季 回到替补席的拉西德 依旧交出场均9分4.1篮板 一助攻一抢断0.9盖帽的不俗数据 可惜那一年的凯尔特人 在总决赛抢7大战遗憾落败 2010年休赛期 身心疲惫的拉西德 与凯尔特人达成买断协议 然后第一次宣布退役 到了2012年夏天 经过两年休养的拉西德 实在难耐寂寞 他在尼克斯训练营的状态得到认可 随即签下一年130万美元的 老将底薪合同重返联盟 可惜的是 这位38岁的老将尽管壮志不已 但是终究抵不过商定的侵袭 他在给尼克斯队打了21场比赛之后 再次宣布退役 回顾拉西德的16年职业生涯 虽然累计0-317次技术犯规排名历史第三 以及他那火爆的脾气 和对裁判不满的夸张表情 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生涯场均14.4分6.7篮板 四届全明星之旅 一届NBA总冠军 以及连续14年打进季后赛的稳定表现 也足以证明 拉西德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能成为完美的团队型球员